有人說男人有三樣東西 是不能相信的 哪三樣 男人的感情 男人的承諾 男人的理由 都是假的 是這樣嗎 今天要聊的主題 其實也是我的地雷 就是我很不喜歡 只出一張嘴的人 要行動 就說 很會說 可是做都做不到 不然就是承諾一直跳票 就是即便是小事情 我都會覺得 小事情你都做不好 那我要怎麼嫁給你 或是怎麼托付和創生 所以妳不喜歡動嘴的 妳喜歡動手的 身體力型的事情 都是動手 動發的 行動啦 對... 行動派 身體力型的 對 行動也證明一點 所以承諾不能亂開口 不行 你真的要 會做到你再講 這種是一種責任感 對不對 平常那種小細節都看得出來 來 最驚豔老道的 姿佑姐先來 我不應該叫老道 學姐 對 應該妳最有資格 因為我覺得 我們可愛的主持人妹是對的 不要相信男人 你的人生才會是美好的 怎麼了嗎 難怪我到現在都沒有交到 姿佑姐不能這樣講 對 姿佑姐 怎麼樣 不是啦 因為我老公在結婚前都講說 沒關係 我都會幫你分擔 然後你不要緊張 我們結婚之後 你看 因為我老公在 結婚前就很喜歡 別人家的小孩 就是看到那個小小孩 都覺得很可愛 然後都覺得 小孩很好玩 都可以願意幫人家 玩小孩跟帶小孩 所以他從以前 我們剛認識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要趕快生小孩 因為第一 他有點年紀 第二 他說你生了小孩 我會幫你帶啊 我很喜歡小孩 結婚前就一直都講說 沒關係 他小孩生了 我可以幫你分擔 他們都會講說 我幫你分擔 我幫你帶 很多男人是不是都是這樣講 你小孩生出來 幫你是小王的嗎 什麼幫小孩 不是你的嗎 所以 對啦 但是以他那種大然的邏輯 他就講我幫你帶 然後你生老二的時候 我也會幫你帶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生兩個 但是你知道他的幫我帶 是怎麼帶嗎 我還好那時候 我剛好有十年的時間 都在帶小孩 我都沒有讓小孩給他帶 因為我覺得小孩 只帶一次我就要昏倒了 那時候就是 小孩大概在七八個月 開始會爬的時候 我就說那好 終於我兒子 可以這個時候醒兩個鐘頭 那餵完奶 中午吃完飯 然後跟他說 你幫我看他兩個鐘頭 我去巷口洗個頭 還好吧 我 小確信 對 那對我們那種 帶小孩的媽媽來講 就已經很幸福了你知道嗎 但是你要知道 從你踏出家門第一時間 電話就來了 那個小孩等一下 他現在拿餅乾 我可以給他吃嗎 好嘛 你就給他吃嗎 他剛吃完就給他吃 好吃 然後好不容易走 走到巷口的時候 電話又來了 他尿尿了怎麼辦 尿尿 那就去換尿布 這需要問我嗎 那你尿布放哪裡 那我要告訴他要放哪裡 然後貼紙要貼哪一邊 這樣完的時候 我已經頭上泡泡都已經洗完了 要去沖水 我說好 我要沖水 等一下 等一下再說 然後好不容易沖水 好 那五分鐘可能是休閒的 那起來之後 怎麼辦你兒子 他現在一直想要吐 他剛剛是不是吃太多了 我說那怎麼辦 你就讓他吐好了 等我回來再弄 然後當你在吹頭髮 頭髮都還沒吹好的時候 電話又來了 我現在是不是應該讓他睡覺 要不然 等一下你回來 他都太晚睡覺 這樣怎麼行 從我去洗頭 出門到回來 電話都沒有停過 那我回來了 小孩睡了 換他去悠閒 我開始要做家事 等你那些髒東西 你告訴我 分擔責任是什麼 小孩 就像妳講是他的 尿布也要交 牛奶也要告訴他 然後請他陪個小孩 他什麼東西都要來問你 所以我就覺得 分擔家務這件事情 幫我分擔帶小孩 我真的覺得很不可取 不可取 對 但是這種東西都要 你生了小孩你才知道 就是要嘛他就不要說出來 對 但是通常他們都會講 講完之後都做不到的時候 你也放不掉 換不掉 生命就是頭髮 來不去 對 換不掉 不然你沒有小孩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他有沒有分擔 對 這叫小孩來了 當媽媽了才知道 對 我老公帶小孩這塊 他還OK 可是家事這一塊 你知道因為我們交往太短了 才三個月 散婚 然後那三個月就是他就很貼心 因為那時候知道我懷孕了 對不對 那就是做什麼事情 包括提個包裹 他都會搶 結婚之後就是每次我要洗碗 他就說老婆 老婆不要洗 就先放著 等一下我洗 然後你要掃地 老婆 老婆先不要掃 等一下我再幫你掃 然後你等孩子生出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 不要洗 對 不要洗 那一盆碗就在那邊不要洗 他有原因 因為妳的個性 可能害了妳自己 對 我剛剛有跟姿佑姐講 我太急 而且我太愛乾淨 我媽有講過一句話 我媽說一個家裡面 誰先看不下去 那個人就會特別累 所以我們結婚 今年邁入23年 我老公幾乎沒有進過廚房 帥哥 你們絕對不相信 好羨慕喔 我老公也是 而且我們家的水果 都是要消好放在冰箱 放在冰箱 你看他不見得會去開冰箱 對 你沒有拿出來 你要拿出來說 吃水果了 不用餵 不是 你沒有拿出來 他不知道有這個在冰箱 他不知道冰箱有切好的水果 對 他是 等一下 他是 廚房那邊是鬼打牆 鬼遮掩嗎 看不到廚房那種 他甚至可能我們家有時候 要請他來擺碗筷 然後那個隔熱店在哪裡 他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 是 他不想要 那是他家嗎 我覺得可能是我做太好 我做太快了 我就把它通通完成 一條龍符 對 所以二十幾年他就會覺得 老婆什麼都會弄好 那我就會覺得說 當初剛結婚的時候 你不是覺得說家事 我們現在女人 也都會出去工作了 那外面裡面 不是應該互相分擔的 怎麼到現在也是這樣子 妳會先看不下去那種 我曾經告訴我自己說 我就三天不要碰那個碗 然後他的衣服 如果翻得亂七八糟 我三天我就不要往他折 三天又兩個小時 我就去把他洗到那邊 頂不住 味道都出來 妳是會怎樣 就是會焦躁 看到那個就不耐煩 我覺得那也是一種病 就是你只要看到碗沒洗 強迫症 如果衣服被他翻亂了 你就會 他這些我都覺得還好 都覺得小意思 我最謝的是 我老公真的是打球打得很誇張 在婚前的時候 對 他就是常常錄音錄到三點 然後回家洗個澡 五點就去開球的那一種 然後常 那你想看 每天一大早都睡眠不足打球 他晚上回來九點就要睡覺 如果沒有工作的狀況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可以相處 那很好啊 所以他那時候就打得很誇張 我就跟他說 我如果嫁給你的話 可能要看你 我只能帶小孩去球場找你了 要不然就是要把他看電視才看 才知道這個是你爸爸 於是他就跟我說 不會 你放心 婚後我一定是以家為重 我不會天天去打球 我也不會 假日我絕對保證 我不會去打球 假日我一定會陪你們 發假承諾 對 結果就是結婚以後 一天一天 一年一年過去了 他一樣我行我素 因為我覺得我不想要說 你不是答應我怎麼樣 我覺得那樣子就會有一個爭執 然後我覺得自律在他身上 是沒有辦法可以形成的 你怎麼會覺得 我們的老公會寫這兩個字啊 可是 所以後來就是變成越來越誇張 不但假日打球呢 每天應酬 幾乎禮拜一到禮拜五都應酬 然後假日偶爾還會去打球 打球他的藉口就很多 那個誰什麼大老闆 從大陸來 專程為了跟他打球 我約了多久又怎麼樣 社交的 有一次我真的很生氣 因為假日我都 搞到最後我覺得 我有點憂鬱症 好像累單親 因為我就是 假日都是我自己在安排 小孩的活動 然後禮拜到禮拜五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有一天回家吃晚飯 因為每天回家的時候 小孩都睡了 然後常常小孩就去上課了 有一陣子 真的我很不開心 於是真的吵架 我就回娘家了 妳心理真的有狀態 對 我覺得很多事情加起來 我會覺得家不像家 然後我就會覺得 不是我當初對婚姻想要的 後來我就很生氣 他就一直打電話給我 然後找朋友跟我聯絡 我都沒有理他 我那時候真的是覺得說 如果你不改變的話 那我就要改變我自己了 然後過沒有多久以後 很多朋友 大概兩週吧 回去兩週 很多朋友就傳訊息給我說 你看你老公在FBPO的 但我先生是一個很愛面子的人 然後我就說什麼 我氣到連追蹤他我都取消了 連朋友都退出關係 因為我完全不想看 封鎖 對 然後他就說 我從今天開始 我要遵守新好男人公約 一 就是假日不打球 家人優先 一定要陪家人過家庭日 二 應酬不管如何 12點以前一定要回家 還是身體重要 不必要的酒不要喝 三 我要幫忙老婆的事業 不要就是只顧自己 然後我就覺得還滿感人的 他就列了六條的新好男人公約 他說歡迎大家一起來督促我 我就覺得很感人 對 就是你願意PO在這裡 然後讓大家來告訴我 於是我就心軟回家了 然後到現在 禮拜一到禮拜五說好 有一條就是一定要約一天 家人一起吃晚餐 結果到現在還是挪不出那一天 然後假日一來還是打球 然後12點喝酒 喝到12點是大概 現在維持了三個月吧 現在又開始了 我就說為什麼你現在又開始 跳票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難過 我有多想你們 我有多想回家 來 愛萱 愛萱 我是我朋友 因為我還沒結婚 就是我朋友她 是一個早九晚五的工作上班族 然後她老公是一個工程師 然後她老公就很不喜歡做家事 就常常用工作很累來找藉口 就不做家事 所以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我朋友在做 然後他們家有一隻狗 那隻狗是她老公 就是單身的時候就自己養的 但是都是我朋友在照顧 那有一次她就是因為加班 沒有辦法帶狗去遛狗 那回來的時候 就看到那隻狗尿在客廳 然後老公都不管 就在那邊看電視這樣子 她就覺得很生氣 她就問她說 你為什麼我不請一請這樣 然後她老公就回她說 你也是她媽媽 你為什麼我不要照顧一下這樣 然後她就覺得 那是你的狗 關我什麼事這樣子 然後她就想說我加班 我也只有一次 你也不肯幫忙這樣子 然後尿在那邊也不請 她就很嚴重跟她說 你再這樣子的話 我就要把狗送走 然後她老公就突然覺得 好像事態有點嚴重 然後就承諾她說 好...那以後狗的部分 就是都我來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好 結果這個承諾 就是不到半個月又發生了 就是有一天假日 她起床的時候 她就又看到 為什麼又有一坨屎在那邊 然後她就猛瞪她 看她老公就在旁邊 就是她在玩手機這樣 花壽遊就對了 然後她就說 為什麼看到一坨屎都不去請 然後我老公就說 等一下... 我這一局打完了 我再去請這樣子 就拖拖拉拉 後來她就覺得說 那明明就是你的狗 為什麼又變我的事情 然後你的承諾都做不到 她覺得 我們現在沒有小孩 你就這樣子了 那她就是你自己的狗都顧不好 所以她就覺得 她打算要離婚 因為這件事 她覺得她不能把自己的狗 處理好 那以後小孩如果生出來 什麼的 對啊 所以她就決定說要離婚這樣子 但我在這邊 真的要幫男生講話 有時候真的不是我們不做 而是真的不是故意不做 像我記得很清楚 因為我剛結婚 然後那時候我老婆 她就有一天 她下午中午要出去 跟她姐妹她要一起出去玩 然後喝下午茶什麼 那時候我躺在沙漫就玩電動這樣 然後她就很著急 她說我時間來不及了 我碗還沒有洗 然後死還沒有抓 然後什麼衣服都還沒有洗 什麼事都還沒有做 我時間來不及了 然後我就按暫停 我跟她講說不用擔心 我待會兒都會幫你一一做好 然後她就好開心 好... 那你幫我分擔這件事 她就開心了就出去了 我就開始玩電動 玩電動我心裡想說 反正只是衣服就是丟到洗衣機 死就是一把抓起來 碗就是洗一洗就好了 我想說等一下再用... 我就一直玩... 完全忘記時間 然後等到我發現時間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我聽到門打開的聲音 是不是把那種... 聽到門打開的聲音 整個人剉起來有沒有 然後趕快收的時候 來不及她門打開 看到我正好做這個動作這樣子 要把電動放下來 然後她這樣望眼過去 那一坨屎還在那 衣服還沒洗 然後碗還沒有... 風乾的 對 然後碗也還沒有收 什麼都沒有洗 然後我就定在那邊 我看著她 我說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沒有知道我一打電動 結果打了六個小時 我現在趕快坐 然後就站在門口 然後包包就放到這邊 然後就看到我 然後我就在那邊 幫手洗手啊 然後趕快用什麼... 然後我就一直跟她講對不起 結果她真的就是 三天不跟我講話 然後之後跟我講 我怎麼會相信 你跟我講這些鬼話說 我會幫你分擔家務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做 故意找理由 是我真的不知道時間 太好玩了 你就是故意的 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忘記的 沒有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因為我也穿過萬事 你都記得玩電動 你會不記得 對啊 不知道時間 因為我想說很快就過了 就是那個電動 我可以理解中門 因為你進入打電動 那個世界 你就彷彿進入精神時光屋一樣 就是一轉眼就 奇怪六個小時就過去了 對 就覺得奇怪 我剛剛也才打個 大概三四場為什麼 那你就不要講那句話 你就不要講 你要幫我做 但我真的有心要對她好 我真的想要分擔心 你有心就起來坐啦 不是嗎 學姐的氣派 然後這一位都不黑了 男生 男生 生呼吸 生呼吸 男生還有一個 就是很常跳票的事情 就是耍浪漫這回事 就譬如說 Baby你喜歡花是不是好 那我就過節的時候 買花送你 是不是到過節的時候 他可能就說 不好意思 我今天要忙工作 不是要忙什麼 就又不見了 女生都還是滿喜歡浪漫的 其實沒有女生不喜歡浪漫 任何女人都愛浪漫 都愛浪漫 而且不管在任何年紀 都還是會有那個心 你知道我們剛結婚那一兩年 他去加拿大工作 他回來就跟我說 加拿大真的很棒 他說因為那時候 我們比較辛苦 對樹很有善的國度 那時候還沒愛說 風葉 對啊 豐樹那種類 然後那時候我們比較辛苦 他就說等我們這幾年日子 比較辛苦的過了 我一定要帶你跟孩子去加拿大 走一程 然後你就會想著說 哇 對不對 就會很開心 一直等著等 等到我們大概六年之後 整個經濟狀況改好了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說我們什麼時候去加拿大 他說因為孩子 現在已經在上學了 那你這樣寒暑假去的話 又比較貴對不對 旅費 他說不然等孩子大一點 那我就想說好 孩子大一點 然後開始等... 等到有一陣子 就是我們剛好有一筆錢 一大筆錢進來的時候 我老公還說 這一大筆錢進來的時候 我們先去加拿大玩 他還記得 他還記得 我就覺得我老公還記得對不對 他還是有可情之處 對 然後聽後面 然後就等... 等到錢進來了之後 他拿去買農地了 所以老公不是要去加拿大嗎 他說不是啦 那個錢 我跟你講 演藝圈的生活不是長遠的 我們一定要先制裁 將來要去加拿大多的是機會 我跟你講 我今年邁入23年 我沒有離開過東南亞 最遠就叫... 遼國 最遠就叫... 最遠就叫... 東南亞 東北亞 妳是離島 我叫給他23年 一直在想著去歐洲 去美國 大家也沒去過 還沒帶妳去加拿大 沒有 在他的生命中 不要再跟他講加拿大 這三個都叫做美國 我今年年初我就跟Ivy說 我們就直接訂了 6月1號去合筆法了 我就跟他說 我說我想通了 去嗎 我覺得我已經到46歲 叫給你這麼久 我要去哪一個國家 要去哪裡 我為什麼還要問過你 經由你同意呢 你真的有點太傻 你真的不用痴痴的等 像我老公也是會 像他有一整年 他就是跟著那種訪問團 就去美國很多地方 宣威喬寶康 對 然後去很多點 然後他都會跟我講說 這邊風景好漂亮 下次帶你來 都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從以前就知道 這就是一個謊言 不用理他 那天晚上就算了 然後他那一次 最後去完 回來跟我講 夏威夷 因為他知道我有在收集 那個馬克杯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說我幫你買了一個 夏威夷的馬克杯 你一定沒有 我就說好啊 好 夏威夷馬克杯 我就說這樣 然後我跟你講 夏威夷好好玩 我一定要帶你去夏威夷 因為我覺得你會喜歡 講得跟真的一樣 講完之後我說好啊好啊 那我就開始期待 對 但是我沒有浩然那麼賞 你知道嗎 我還是帶點腦子 跟他過生活的 所以 對 我當第一年的暑假的時候 我說夏威夷 你要不要去 因為那年剛好我朋友的一個旅行社 他們有夏威夷直飛 那他們就要講說 我們有直飛班機 你們要不要去 我說那這樣很不錯 那我就跟我老公講 因為鍾萍哥還會記得說 他要帶你去 我老公是講完就忘了 他也忘了他國家你知道嗎 我要去提醒他說 你上次說夏威夷很好玩 那這邊有那個便宜的飛機 那我們要不要去 小亮哥承諾跳票 竟然有這麼嚴重的後果 那我就開始跟我老公說 所以你去年跟你兒子說 我們要去巴黎檔 那我要開始去訂機票 然後約誰誰誰 沒有啊 我今年不可能有那麼多天假 而且你去年才去 為什麼今年還要去 我兒子到現在都覺得 外國的那些導遊 都比他爸爸好 因為導遊看到那個 都知道那裡有海星 跳下去幫你拿海星起來 他的爸爸是 好了 來了 他就開始 我不能請那麼多天假 你去夏威夷那麼多天 然後我們出門 媽媽就沒有人照顧 所以我們可能就沒辦法去 下次吧 等小孩再大一點 對 他們永遠都在等小孩長大 我也不懂為什麼 所以你懂了嗎 當我們的小孩都長大的時候 我們還是沒有去過夏威夷 各種理由 對 各種理由 但是這中間我有一年 因為朋友的關係 硬是把他帶去了巴黎島 去了一次之後 他就說好好玩 因為那時候帶了小孩 小孩很小 然後他就覺得說很不錯 這樣的家庭遊樂是應該的 而且會有很好的回憶 他終於知道 終於學會了你知道嗎 回來他說我們明年再來 明年再來 你已經給我一個日期了 對 那我們就隔點 我就跟我兒子講說 那我們明年就開始等 小孩都是這樣 但上學就只等一個暑假 所以暑假之前他說說 媽 那我們今年 還要去巴黎島對不對 那我要去哪裡去 他們自己就會計畫 我就開始跟我老公說 所以你去年跟你兒子說 我們要去巴黎島 那我要開始去訂機票了 然後約誰誰誰的 沒有 我今年不可能 有那麼多天假 而且你去年才去 為什麼今年還要去 不要去 去別的地方玩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去哪裡去哪裡 所以你講的 香港 澳門哪裡他都不要去 結論就是他就是不希望你們去 想要帶在家裡 對 當他說 沒關係啦 那等我有空的話 我再帶你們去 等他有空到現在 我跟我兒子 已經去了巴黎島四趟 還沒去 我們都自己去了 不是 我們都自己去了 因為我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覺得 等他我應該會老 真的 就像你講小孩會大 所以我還是 我們每年我們就 像可以的時候趕快去 對啊 我就是 我們能走小孩時間OK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去 對 我們那時候 為什麼兩家人不一起去呢 所以我兒子到現在都覺得 外國的那些導遊 都比他爸爸好 因為導遊看到那個 都知道那裡有海星 就跳下去幫你拿海星起來 他的爸爸是絕對不敢跳的 所以 他是覺得跟導遊 帥啊 也很可愛啊 媽媽 妳後來都是自己帶孩子去 所以我就跟你講 自己去就好嘛 所以有時候老公不去 也不是外事 半小時嗎 就算啦 那我在跟秀琴婚前的時候 那我當然就會就是要跟他 求好嘛 然後希望他能夠對我好 然後希望就是 能夠嫁給我這樣子啦 那我當然跟他講說 如果我們 我進球隊的時候 那我跟你講我們球隊 比完賽整個球季結束 如果冠軍的話 都會帶球員出去玩嘛對不對 整隊這樣子去 那我想剛進去 我們怎麼會知道說 會不會冠軍 因為那是未知數嘛 對啊 那只是個目標 因為我們剛進去的時候 就是比較嫩嘛 那些學長都比我們厲害啊 但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當年我們就拿冠軍了 然後冠軍的時候要出去 那我跟他 我跟我老婆說 我跟你講冠軍的時候 我一定帶你們全家出去玩 全家喔 他們全家 我家人跟他全家這樣子 兄弟姊妹都一起來這樣子 冠軍了 完了我頭痛了 我這個承諾已經講出來了 對啊 那我該怎麼去收回 因為這不是說 我為什麼說不要把他僵死 這不是說我不讓他去 是因為你要剛進去 你說實在的薪資不是那麼高 而且球隊有神敗 對 你全部要帶去的話 要一次要花一二十萬 對不對 那當時的薪水才十萬出 你沒有辦法給那麼多 那我想說怎麼辦呢 那我就跟我老婆說 阿嬤 那個我有問了 就是我們一大群人太多了 沒有辦法 因為機位不夠 然後房間也沒有辦法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給我們所有的人這樣子 我用這種方式來去搪塞他 然後他也覺得很生氣 你跟我承諾答應了 為什麼這樣 要不然這樣好了 然後就是過了一段時間 我就看到 電視有播那個馬爾蒂夫有沒有 度假聖地 每一年的時候 我都帶你出去玩 今年就去馬爾蒂夫這樣子 我說真的嗎 他說真的... 好 結束了 然後我說我們出去玩 然後他說爸爸我們要出去 我說媽媽 我們12月份 部落爸爸說一定要回去 為什麼 有中親會 中親會說我們的小孩子 一定要回去 然後認識我們的祖先 然後長輩誰誰誰誰這樣子 我就給他搪塞這個理 我說我沒有辦法去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你真的是一個王 插 蛋 然後講的話 你怎麼都可以這樣子 承諾的事情怎麼都沒有辦法 去兌現這樣子 其實到現在 我算是我真的兌修 也是滿體貼的 對 那只是 他不站起來的 對 因為他婚前的時候 他的工作是婚紗 所以他都要站著 有時候都要去什麼 那種世貿會場 展覽什麼的 婚紗展 穿高跟鞋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然後我就想說 他這樣站得很累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 我們準備要結婚了 我要為了我婚後著想 媽媽 你以後下班回來的時候 我每天幫你按摩腳 腿 我怕他靜脈 曲張 他會很嚴重這樣子 對 當然他回來的時候 我都幫他按摩 那時候快要結婚 然後按摩他 因為我是為了什麼 為了我婚後 我為了我婚後 我有很多朋友的聚會 不能去怎麼辦 我現在先對他好一點這樣 扣擾 對 但剛開始我也是這樣子 幫他說好 朋友在找 打電話來 媽媽 我出去一下 剛好有幾個學長 同學聚會 我就過去這樣子 大概大概跟他 幫他做一個按摩兩 三次 然後每一次回來都是酒醉 然後酒醉 幫幫幫按摩 不行 改天 明天好不好 明天好不好 但是這個 這樣的一個時間點拉長了 然後只有幫他按兩次 後面都沒有了 然後我想說不對 我一定要體貼一點 然後我想說我看到電視 也是那個按摩 有沒有按摩器有沒有 就是那種泡腳的 對 泡腳 媽媽 這個 我買給你 我買給你這樣子 你就不用這麼辛苦 這麼累了這樣子 那也是講也是一樣 就是這樣的時間久了 他都沒看到這個東西出現 直到有一天我回來的時候 看到管理師 陳醫生 有包裹 老婆的包裹 什麼包裹 我就拿起來看 我拿到上面去一打開的時候 怎麼是那個 那個按摩器 然後就是泡腳的這種 我沒有訂啊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出來 我老婆說我還要等你訂喔 我等你訂 我的腳就廢了就斷了 還就自己去買了你知道嗎 他一跟我講說你真的是 你講話可以不可以就是 承諾下去的事情你就要做到 這跟他們一樣 就現在就自己去了 就自己訂了 對 現在 改變不了別人就改訂了 對啊 所以我真的 後來就知道自己去啊 真的 其實我覺得去哪裡都還好 你要不能去我自己去 我覺得是OK 可是我懷第二胎的時候 生完已經是三十六歲的高齡產婦了 然後那時候他就知道第二胎 就是受盡很多折磨 他就 就是在坐月子的時候 他就在床邊握著我的手 好像我快要掛那種 說老婆 我覺得你這樣太辛苦了 過一陣子我就去打蝴蝶結 就是去結紗 對 好會言耶 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受孕的女人 對 我第一胎是有裝兵器懷孕的 我就很感動 我就覺得男生會主動 去做這樣的事情 真的是很體貼的行為 因為我看很多朋友 真的就是默默的生完小孩 自己就去醫院打蝴蝶結 然後我也沒有跟他提示 他自己跟我這樣講 然後後來呢 我就一直追問他說 好像時間可以囉 然後他就好啦 過一陣子 就一直跟我打太子 一直到有一次 到前年的時候我會懷孕了 我非常非常的生氣 因為我小孩已經長大了 然後就是他又說 你就生啊 你就生啊 男人都這樣子 就是他是工廠 他就覺得反正他出原料 就是 我平衡的嘛 對不對 他就覺得反正 工應商了 對 工應商 然後我就是機器這樣 對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我後來也很無奈 但是其實我是半夜 一個人在驗 看到兩條的時候 我是在那邊流淚的 因為我已經 就是年紀真的大了 小孩也大了 你想要50歲了 還要追一個小男孩 我也要跑 什麼 我可能是幼稚園接他 他說你奶奶來接你了 我就是覺得很傷心 就覺得 是真的會帶不動 第二胎是幾歲的時候 第二胎生了 第二胎的時候36歲 36 我現在小孩八歲 其實也算高齡 算高齡 體力真的很重要 我已經做養膜穿刺了 後來到 我就那次 後來又流產 很慘的是又流產 因為可能年紀大了 就是自動會淘汰 不健康的胚胎 然後去做手術的時候 後來就是整個很多原因 就是長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然後就是什麼 整個人水腫了十幾公斤 然後就調養了很久 我就說可以去結紮了吧 他就是什麼時候 是現在一定要去嗎 那現在去的是怎麼樣 你不知道結紮完男人很可憐嗎 很像太賤 所以到現在他都還沒有去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你會帶你 他快跟年齊了耶 他快不用去了耶 我覺得他就是在等這樣子 然後我在想說 等到有一天我要走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說 你這輩子欠我的就是沒有 他會不會要等你跟年齊啊 可是我還是要勇絕後患 我不知道別的女生怎麼想 可是我會覺得說 因為我把你當成是我很重要的人 所以你講的再小的事情 我都會記住 對 而且我會盡可能的 去幫你完成這些事情 對... 那你為什麼就連一個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都可以忘記 都可以跳票 是不是 真的... 我的感覺是這樣 我會覺得那我這麼在乎你 你就以這樣的方式回報了 那我是不是不要這麼在乎你好了 對 你誰 我不知道女生是不是都這樣想 還有一個就是 戒除惡惜 戒除惡惜 戒煙 戒毒 戒什麼 戒酒 對啊 男生都是這樣 像我老公當初 對 他第一件事 他覺得他唯一 戒煙 戒毒 戒酒 他唯一第一能戒的一定就是煙 對他來講 好像比較容易先不要抽 但是 你知道他到真正戒完煙成功的時候 是我兒子已經六年級 國中了 但是那一次不是因為小孩戒煙的 其實我從懷孕開始 我就跟他講說 在小孩面前抽煙不好 對小孩不好 我說對... 對小孩不好 所以你走開 他是叫我走開 不是他走開 好嗎 就是我現在要抽煙了 你走開 你不要靠近我 對 所以他們那時候 他就比較大的男人主義 所以後來就跟他講說 那小孩生出來你就不要抽 先戒 先戒 怎麼講 怎麼用都沒有用 但是當初講說要戒煙 對的也是他 結果到後來我也放棄了 那因為我蠻容易對他放棄 所以我都不理他 所以我後來有發現 你就變完了 放水流好了 對 樂觀是對的 對 你這樣我們還活得下去 你懂嗎 好了 那就不要管他 有一天他說我要戒煙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抽煙 抽到廢氣腫一年 一整年都在吃藥 廢氣腫 怎麼看都看不好 因為整個肺就是 對 就一直支氣管也一直廢氣腫 就反覆 一年都在吃藥 他終於覺得完了 他老了 他會死掉 他是因為他會死掉 所以他去戒煙了 他不是因為我 也不是因為小孩 就是純粹就怕死 對 而且我覺得 很男生很恐怖的就是 他有些肉媳跟你講說他要改 但是會固態負名 我覺得最恐怖是這個 忍不住 對 像他結婚前我就跟他講 他很愛亂掛 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有這個習慣 就是回來 椅子 看到椅子就把衣服掛著 然後皮包就旁邊可以掛的 就披著這樣子 隨性風 對 那我個人很不喜歡 因為我們家有更衣室 你把所有東西就放在更衣室 我的習慣就是那一種 你皮包固定放一個地方 然後剪刀放一個 有一天停電 你閉著眼你都可以找到東西吧 最主要你的東西 不會一直在找 對 就像他現在一天到晚 在找他的老花眼鏡 我已經買了10副 擺在10個地方還要再找 你就很氣 會不會最後 你在同一個地方找到 找到很多個這樣子 對 但是每一次就是 我講他的時候 我就有一天回到家 那個一個餐桌有6張椅子 掛了5件衣服 他說因為我早上出去很熱 所以我穿薄的 但是今天中午回來 好像有點冷 所以我拿厚的來穿 可是我覺得我晚一點運動完 我要穿背心 他要把背心擺給 更衣室就在後面 有分顏色嗎 而且他刮那邊 他也不收對不對 是 我曾經真的試著三天 不要理他 我跟你講 你上面的衣服就會點上去 對 就是誰先看不下去 對 所以 王公屹居然背著老婆 撒下這個滿天大謊 我老公就跟他們在聊天 然後就聊到貨車 然後我老公就說 我有一台四個車 回家路上我就跟他說 你有貨車 他說 那買好幾年了 蛤 彤仁姐她又買了一點 對 她有跟我說過 什麼 她這個貨車 她其實 是 在上面 我覺得 她有承諾 沒有經過你的同意做 謝謝 她就是 她這二十幾年來 她每次做事情 她都會怕我生氣 她就會先做 你知道我們上禮拜 跟玉琳哥他們吃飯 然後我老公就跟玉琳哥 他們在聊天 聊一聊就聊到貨車 然後我老公就說 我有一台這個車 然後你知道 我就坐在我老公旁邊 我就說 有一台貨車 妳不知道 我不知道 然後我就想說 算了 大家在吃飯 我不要馬上擺臭臉 妳好能忍喔 真的 妳看我是不是很能忍 我都可以忍 二十幾年沒有去歐洲 然後回家路上我就跟他說 你有貨車 他說那買好幾年了 買好幾年了 他說買好幾年 你放在哪裡 他說就放在新竹 有時候我要載東西 載什麼 農地 他農夫嘛你 不是 我說那你怎麼會 買車不跟我講 妳覺得這應該算大事嗎 你沒有繳稅金啊 你真的 你聽我講 買車就算 然後 然後他說因為是二手的 所以不貴 我說不是貴不貴的原因 然後我才突然想到 因為我們家兩台車 都我的名字 可是我每年收到牌照稅 燃料稅都是我老公的名字 我曾經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名下有車 然後他就會跟我說 沒有啦 那是我妹 我妹的車 他用我名字買的 所以我一直認為 每年要繳的牌照稅 燃料稅 我老公名字的那台車是 妹妹 用他不是的 那我就很氣 我就說 我說你怎麼一直 改不了這個習慣 而且先展後皺這種東西 其實沒有一個老婆能夠接受 我說要嘛 你就是瞞著我 讓我一輩子都不知道你有貨車 你又要在人群中 要讓我知道 對耶 很驕傲 我有一台 皺仁姐 她有瞞了一點 她有跟我說過 她這個貨車 她其實還有一台挖土機在上面 哇塞 挖土機 那可以裝挖土機的 這妳還不知道 整組的 對 整組的 有沒有 小三包 那一個妳不不知道 小三包就便宜 請問要是妳 中平號小三包 不能講 這不能講的 妳不能接受吧 對不對 不行 她做每件事情 我都是隔好多年 有一天無意間知道我才問她 她就會說 不是啊 那時候跟你講就會生氣 我說可是夫妻不能因為 那會生氣就不要做嗎 我老公的壞習慣就是一直改不掉 她買這個其實沒差 就是也對她種花 種書有幫助 對農地有幫助 但是妳買東西要跟我們講 對 妳哪天跟我講說 妳們家有女兒 我們家也有一個女兒在哪裡 妳結果妳外面有生一個 而且當我發現 這個太奇怪了吧 這個體育好可怕 她只能把一個傻到這樣子 喜歡的 她都沒講了 我怎麼知道做什麼事 妳會不會講 而且妳看 每年收到講碎丹的時候 其實妳就可以跟我講 妳就不好意思 因為什麼對不對 可是她那時候還是說 那是我妹妹的時候 就已經還在 對 她就怕妳生氣 沒有 我們女生比較容易 想東想西 她就覺得妳這個騙我 那妳那個會不會也騙我 妳是不是 妳說 會不會也騙我 對啊 會這樣啊 所以有時候她可能講實話 妳都覺得有問題 妳是不是在騙我 真的 太怪了 對 因為像我朋友 跟她的男朋友 最近關係已經到達了一個冰點 就是因為這個男生 我朋友是女生 她男朋友在跟她交往之前 有吃檳榔的習慣 對 但是他們在一起之後 就戒掉了 我朋友也是覺得說 妳今天懶惰或骯髒都可以 可是妳就是不要吃檳榔 因為她覺得就是 她沒辦法跟這種人交往 有時候接吻或是什麼 對 很奇怪 對 很奇怪 沒有 說好戒了 她接吻後來才會知道 她繼續有在吃 因為那個味道 不是 戒完女生呢 對 好會 沒有戒到醋冰榔的嗎 沒有 我親戚有這樣的一個事 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有時候冷的時候 還冷不住會吃一下 他就是因為那個男生 他後來戒掉了 但是他轉職去工地上班 但是他們工地的人 就是可能同事都有在吃 他就沒辦法抗拒周圍的誘惑 就好幾次他們見面的時候 他就說 你牙齒怎麼那麼紅紅的 你是不是吃檳榔 我牙周餅 你了解 他就說 對 他就說 我好 對不起 我有吃 他說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跟有吃檳榔的人交往 那我們要不要先分開 如果你改不掉這個習慣的話 這男的就為了要就是求復合 求他可以跟他和好 他就發重視 他說好 我要是在吃檳榔 我下面就那個掉 他就直接這樣發重視 發毒視耶 對 發毒視 就是為了要跟他和好 結果後來又有一次 我朋友打電話給他 就聽到那電話有沒有咀嚼 你在吃什麼 沒有 我在吃蜜餞啊 他說你屁啦 因為你三年都交往在一起 你什麼時候吃過蜜餞了 然後他就很像在當我是這樣 白癡是嗎 他很爛耶 對 他就因為那一次又被抓包 所以他們兩個現在就是談不攏 就是一直在冷戰 那個也是賤人 米娜努 因為像我的話 因為其實我男朋友沒有什麼 壞習慣就是不醃也不酒 算是一個 我就算是一個還滿好的 好男人的代表 可是因為唯獨就是 他以前就是很愛跟我同事 就是跟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去小賭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小賭以前這件事情 我完全沒有辦法認同 是因為我看過太多人因為小賭 然後弄到家破人亡 所以我個人本身非常嚴禁這種事情 你逢年過節 或是你出國去都有賭場的地方 這個我OK 因為機會不多 但是平常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因為之前我們就是 要住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有約法身上一些 對方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 我就有把這條提出來 然後他就說好 我絕對不會就是在平日沒事的時候 就是去給人家小賭 結果有一天晚上就是他洗澡的時候 手機就跳出了一個簡訊 然後寫說什麼 明天那裡見不要讓Mina知道 我想說 我想說什麼叫明天那裡見 不要讓Mina知道 可是因為我們本來就可以 互相看對方的手機 就是我們都知道對方的密碼 我就直接滑開 我就看到我當時的同事 傳簡訊給他 然後他們就是約了隔天 要去即刻叼牌 然後我就說什麼 我說你們是要去幹嘛 他們就約了要去打牌這樣子 我就說不是已經有講好了嗎 為什麼就是說說就算 我說我們才住在一起不到半年 你現在就是這種小事情 你都要用課就犯了 就是你之後你還有什麼好講的 可是他就解釋說 他因為不想要讓我生氣 所以他才沒有跟我講 他知道我講 就是他跟我講了之後 他跟我同事都會一起遭殃 但是我覺得就是 當初你答應的事情 你本來就不應該再犯 而且因為那時候就年輕 年輕就是做事情比較衝動 我就除了就是 回船檢去罵完我同事之後 我就叫他寫姐姐書 我就說就是你... 好硬喔 你以後就是如果就是在 就是非不能就是打牌的時間 打牌被我髒到的話 我就會把你趕出家門一個月 外加他罰10萬塊 然後就... 而且他親手寫 全部熟寫然後蓋手印這樣子 他滴血 沒有滴血 那就是蓋手印 可是真的是那一次之後就是 可是因為他有點... 同事這樣要不要一起 這樣整理嗎 就是那一次之後 他的確就是不敢 就是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覺得像我好了 我其實沒有很愛喝酒 但是我很喜歡跟兄弟出去 吃飯喝酒的感覺 那我又很容易醉 所以說其實每次出去 這樣子跟兄弟喝醉 去喝酒我一定都是被抬回來 一定醉 然後都抬回來 你酒量很差 我酒量很差 但我很喜歡跟他們喝 喜歡跟兄弟的那個感覺 然後我... 這是最近才發生的 就是還滿嚴重 就是那時候我也是出去之前 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我這一次一定不會被扛著回來 然後而且我還會提早回家 我一定不喝了 他說好 我再相信你最後一次 然後我就信心慢慢我就出去了 結果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我又是喝醉了 我老婆在家裡等10點 說我跟她講我大概8點又回家 10點等 沒有 11點沒有 等到晚上1 2點的時候 然後我老婆接她一通電話 警察局打來了 出狀況 因為我喝掛了 晚上大概1點 12點 1點喝掛了 我兄弟就把我放到計程車上面了 然後跟計程車司機講我家在哪裡 可是計程車司機找不到我家 然後我已經在計程車 就是計程車上面已經不寫的事 睡一輪了 又吐又什麼的 你吐了 然後計程車司機已經覺得 就受夠了 就把我載到 不知道哪一個警察局去 那個味道一定是 就把我載到警察局去 結果警察局就打號給我老婆 我說那誰誰是不是妳的老公 他說對 而且我們還剛結婚了 所以他現在是怎麼樣 然後警察局 跟他講說你現在老公在警察局 你要不要來把他接回家 然後那時候我老婆 就三更半夜2點坐計程車 跑到那個警察局 把我接回家 我隔天起來的時候 天啊 我真的不敢看我老婆 我腳上超差 然後我到現在真的 就我朋友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他們已經就是 都不約我出去喝酒了 所以我就會出事情 對啊 我是一瓶台啤 鋁罐那個我喝不完 跟我一樣 就醉了 就喝不完 我連吃那個 啤酒就對了 醉雞有沒有 我媽要切那個醉雞 切些 然後我吃了大概四五片 我就說 我吵到暈了 我要吃醉了 酒量很差 有人真的只有 我連麻油雞也不行 不行 我們都不行 其實我沒有很愛喝酒 所以我真的不是故意 那你就別去啊你 我只是酒量差而已 他喜歡朋友這樣 那你就不要跟老婆講說 你會喝喝喝 所以我老婆那時候又跟我講說 我怎麼會相信妳 就跟上次一樣 我怎麼會相信 我這個白癡我才會相信妳 最後一次這樣 對不起 可是你這次真的沒有被扛回來啊 你是被老婆去離開 對啊 可能回去跟他講這個 看他會不會接受他 不要講他會離婚 不要講 像我的話 前男友是什麼都好 唯獨就是愛玩手遊這件事情 有點恐怖 因為像我們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他每個月會花上萬塊 在買寶石抽卡的 對 一開始的時候 我沒有覺得怎樣 因為我想說他沒有其他 什麼不良的嗜好 他都沒有什麼賭國 而且都沒有 所以我就讓他這樣子玩 可是有一天 我無意間發現他的帳單 那個金額是 等於是一個人的薪水 就是每個月薪水的錢 我就覺得說有點多 我就開始就有點就是跟他說 就說你怎麼可以 就花那麼多錢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我們兩個之後要結婚 那麼未來怎麼辦 如果你在這樣還下去 那我們兩個可以結婚嗎 或未來嗎 然後後來他就知道我在生氣了 所以他就有改進 他就跟我講說 那我以後每個月花三千塊就好了 然後想說三千 好吧 那OK啦 三千 完完是OK的 然後結果 有一天他忽然又心起來 才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我覺得三千塊 三千塊這個 如果每個月抽卡 可能還抽不到那個卡 我發現跟人家買帳號的話 比較省喔 我跟你說買這個帳號的話 只要8千塊 然後想說好吧 那至少他可以少花一點錢 我就讓他買了 結果他跟我講說 他玩了一陣子 他跟我講說 他覺得沒有刺激感 所以他決定把那個帳號給我玩 然後他就說我想要再去玩 沒有 他就說 那我要再去玩別的遊戲囉 然後這就好像無限輪迴 他就一直玩一直玩 所以後來我們也就沒辦法 對 今天有看到很多這種 相處之道的幾位都是學姐 我覺得給很多 尤其男孩子 很多不必要惹的麻煩 要趕快病 要天啊 給你們一點小建議 對 真的 不要亂洽承諾 要就要做到 做不到 因為你不要承諾 你不要承諾了 笑飄 謝謝四位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